那你喜歡它 自然你就會克服一切的困難 對 所以一直能持續到現在 我覺得最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興趣 把一些很大家不知道的一些題材 然後能夠透過影像 不管是電視電影 然後傳達出去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聽到這個熟悉的旋律 喜愛戶外旅遊的觀眾都知道 這是MIT台灣製的招牌片頭 開播至今邁入第18年 節目中的靈魂人物 就是人稱麥哥的主持人兼製作人麥爵明 熱愛爬山的他1995年 滿著家人報名遠征隊 挑戰所有登山者的夢想聖母峰 充滿著這種幻想憧憬 因為世界第一高峰 對喜歡爬山的人覺得是一個夢想 所以那時候就去報名參加了 後來經過征選也加入了 所以就開始一連串 將近一年多的訓練 那時候訓練還包含像長程訓練 會一段時間就會走一條重走的路線 或一條路線 可是那個就會把你的體能把它推到比較顛峰 那一般比如說是兩天三天的行程 我們就是一天就要把它走完 除了體力是最基本的 還有一個身體狀況 然後再來當然就是靠老天了 天時地利人和 那你的好天氣 然後身體狀況也好 那登頂的機會就會高 因為高度開始蠻蠻拉伸 我在聶拉木那個時候大概四千多公尺 那個時候有一個撞腳 對我來講 那個時候到那地方可能是一個高度適應 在開始在轉變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身體也是哇 去到那邊就是哇拉肚子你知道 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哇每隔大概一小時就拉一次 可是就是那一次過了以後 整個好像突破了翻越那個障礙 那到後面就欸 適應就蠻好的 那就開始往上往上推 適應上都還蠻不錯的 到快要攻頂時 原本十幾個人的遠征隊只剩下四人 七千五的第五營嘛 第五營的高 從北凹那個凹 然後開始往上判登 到最最上面那個營 那時候就選出四位攻擊隊員 那一組就是兩位 那那時候的判登的策略就是第一組 就是去攻頂 攻頂 那我們在這邊待命 那等他們攻頂下來 就第二組上上去 要準備的話 我們這一組要上的時候 就是下面大本營就傳來 這個無線電的訊號 就是說 我們的氧氣被偷走了 就接到要下車的命令 那那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也是很掙扎 畢竟我們出去是一個隊伍 那登上隊伍團隊其實相當重要 所以那時候 就是大家就是掙扎一陣子 就說好吧 就是已經要接到這個下車命令了 然後我們還是要 要這個遵守這個團隊的規則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也算是寒淚下車 就從那個攻擊營的慢慢就下了下來 從訓練 然後到整個路程 到聖文攀登 對我來講是人生是 登山的這個人生來講 算是一個非常大的體驗 那到現在都算難以忘懷 那雖然是沒有成功 可是有的時候想一想 有時候下 上山容易下山難 那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四千四美的事情 那也只有就是放下 至少要帶一些食物在身上 至少你可以度過那最難熬的一夜 麥爵明原本讀的是會計 剛畢業的幾年曾從事會計工作 為了追求夢想決定辭職 加入當時衛視中文台 最火紅也是最早期的 行腳節目台灣探險隊 就開始把以前純粹是興趣的爬山 轉化成工作 那這樣的工作 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 就沒有再聽過 幾年後自己出來製作MIT台灣製 沒想到一做就做了18年 MIT台灣製作團隊其實很特別 就是這18年來沒有換過 就是從當初年輕…年輕…年輕吧 坐到現在中年大叔 沒有換過 我覺得這節目是一個很大特色 那因為我們有一些拍攝題材 像比如說曾經走過台灣無頂峰 走過一些繪師活動 甚至到後來的中央山脈大眾走 所以這印象讓大家太深刻了 所以常常到現在 我只要在那個嬌山啊 那種劍行路線 然後遇到很多觀眾 大家第一句話會問說 欸麥哥你怎麼會在這邊 怎麼會出現在這邊 好像我一定要在高山一樣 MIT台灣製早期找過陳生當主持人 後來因為藝人時間難配合 麥決明自己當其主持人 十周年時他企劃中央山脈大縱走 可說是節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因為那整個拍攝將近四個月 四個月都把它拍完 對然後動用的人力物資是最大的 所以大縱走也算是在 電視節目也算是一個創局 大家看這個中央山脈大縱走 真的把它當連續劇看 因為播了七十幾集 比連續劇還要長 有點像影像工程 就是一個工程 在縱走的過程中 拍攝團隊經歷許多難以想像的險境 讓麥決明最印象深刻的 是通過死亡人線那一段 那次壓力真的蠻大 因為沒有人走過 但還有那次老天還蠻棒的 就是至少是還算好天氣沒有下雨 那路都是很破碎 尤其下了一個垂直之後 又一個很大的橫度 那個路幾乎就是大概這樣子 二二三十公分的一個路徑 是靠人線去把它踢出來 因為它有時候下雨一衝掉 那個路又沒有 所以它就是靠人去把它踢出來 然後這樣橫度 它那個如果說不小心 失足一下去就是直接到西底 可能就幾百公尺的下去 所以那個畫面拍起來其實還蠻驚悚的 它整個是斷崖崩壁 地質非常的脆弱 所以說是中央山脈大眾所裡面 最危險的一段 走齊來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很大的討厭就是天氣 那時候就開始下雨 就是連續一直下一直下 所以我們那時候走到齊來山脈 人線上的一個山屋 我們那邊因為大雨 被困了四天 裝備師 器材師 然後鞋子師 就是每天 那時候已經越走越東 靠近冬天 所以那個氣溫是 越來越低 每天都在冰點 冰點上下 所以每天都是要穿 濕衣服 濕鞋子 然後這樣一直走 然後鑽 尤其在又濕又冷 還要鑽那個建築裡 那個建築裡就這樣洗澡 那我就想說就像那個 自動洗車子一樣 那全身都濕的 多次顯向緩身 麥絕名甚至還被雷擊過 被雷擊是有一次在南湖大山 上去然後打雷 每個人都被電擊啊 像我也有啊 我也被電擊到 可是那是應該是很小的 電流 就打到頭 腦門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感覺 有人拿石頭丟你這樣 噗 那個很緊張 因為那個閃電 噗 過三十年 麥絕名的熱情絲毫未減 認為這份工作 既有趣又有意義 所以很多人 會問我說 爬那麼久 山宮那麼久 就是你不會累嗎 或說想不想做 可是到現在我真的這個熱情 都還一直在燃燒 還一直存在 這溫度都沒有減 就是常常是分身發縮 不是說不想拍 而是覺得時間不夠用 台灣很小 然後拍的時候 說你還有題材可以拍嗎 其實 還很多 甚至很多店 我都還沒去過 所以其實算是一座山 你去一次拍攝的就是 那一個時間的一個狀況現象 可是它在不同季節 有不同的現象狀況 然後有不同的人物 所以它是可以讓你 一直去一直去的 把一些很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題材 然後能夠透過影像 不管是電視電影 然後傳達出去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可能很多地方是他們沒有辦法去的 就像我們會走到很多很深山 很遙遠的地方 可能走一條古道 爬一座高山 或去老部落 或去看了一些平常你看不到的生物 那透過影像 你去 對 用鏡頭 代替他們 去看 讓他們去更認識這個環境 那這個是 我覺得這節目 能夠發揮到一個很大的功能 MIT台灣制榮獲無數獎項 甚至得到五座金鐘獎的肯定 我們大概快二十年來的一個成果 就是在這邊 當然金鐘獎不能當飯吃 可是他對於每一位做電視做影像來講 他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這也是我們會走下去的一個原因 每次走到這邊就覺得很快樂 金鐘獎不獎 除了製作節目 麥爵明也嘗試拍攝紀錄片 他所指導的生態電影黑熊來了 在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映 紀錄他從2008年開始 與黑熊研究團隊一起跋山射水 深入山林追逐黑熊的足跡 我們在拍攝紀錄 算是還蠻完整的 因為時間很長 包含研究團隊都記錄下來 包含前一陣子很紅的南安小熊 我們也都有去拍攝他的照樣 他的大概一個過程 到最後野放 會想把他用電影的方式呈現 是因為很難得拍攝那麼久的資料 我覺得應該讓他用不同的一個方式 一個層次去把這個黑熊的題材 把它凸顯出來 因為這蠻難得這十幾年來累積的資料 進一步是可以去了解台灣黑熊 還有從台黑熊去了解台灣的自然環境 那也可以從這個黑熊了解 他現在命令的一些問題 讓大家更關心這個動物 更關心這個環境 都是希望走比較正向 比較健康 然後遇教於樂的節目 所以我不管做紀錄片也好 做節目也好 我都是這個初衷這個想法 有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遇到 我就是因為看你的節目 然後我就開始去爬山 開始喜歡大自然 甚至有學生說我是因為看你節目 我就去考了森林系 好像真的有一些影響力 有時候只是可能一個題材 或裡面的一個內容影響到一個人的 可能他的人生 他的一個規劃 我覺得就覺得這份工作就很有意義了 一條路走就對了 MIT台灣制成功 中文字幕增臨 中文字幕之後